欢迎各位观众节目 市总 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 我们的花莲7.2的地震 但很多国家都报道 我们不是7.2 我们是7.4级 非常严重 可是你讲说 只有台湾有地震吗 没有 如果老伯我们看 这个地球仪 在全球各地方都有地震 台湾当然是高 可是更可怕的是 眼下的南边 我们看到在这个中亚 包括干嘛 在美洲 都有大规模的一个地震 都在平均值以上 而且刚刚讲到的 云南有4.9 印尼3月也有个地震 还有美东地区 这个地方已经246年 没有发生地震 美东地区居然 也发生了一个4.8的地震 没错 最近事情 地球真的不太平静 保洁你看 这是最高的这个值 这个值在什么地方 这个值是全球 发生地震的地方 最高就在我们 这个台湾的花莲这个地带 那你看沿着这个火环带 到处都是地震 另外你看 火环带都有 对 中亚这个地方 也出现地震 那包括说像中东 也出现地震 但是最近最诡异 最诡异的地方 或是最不寻常的发生在美东 你看 连纽约这个地方 都出现大地震 美东这个地方 4.8 它已经200多年没有了 那你看南美这个地方 在火环带这个地方 都有非常多的地震 所以云南在这个 所以你看 这就是火环带 火环带震成这个样子 对 非常多的地震 你看印尼有出现地震 然后包括说东南亚 非常多地震 那云南也发生在 4.9级的地震 日本也发生在 非常多地震 那也更不用讲 我们花莲发生 这个7.2规模的地震 全世界震个不停啊 还有非常多的 这个诡异的现象 而且这几天呢 全美狗都在关注什么 日全石 那日全石来说 过去古老的说法是说 日全石要天狗时日啊 这会导致什么 导致非常多灾难出现 所以这么多 不寻常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当然会心惊惊惊的一个状况 我本来以为说 日全石就是一个天文奇观嘛 那就看到很多人 就跑去要看日全石 后来我再看到了 美国的报道是 美国所有的动物园 它所有的动物 在日全石的这一刻 全部惊慌失措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日全石的画面 全美国动物 完全都惊慌失措 而且你知道吗 事实上这是 非常罕见的日全石 因为是史上 几乎是最多人能够看到的 大家都焦躁不安 全美国来 全美国来 都有四千多的人 都可以看到这个日全石 然后北美洲 大概有六亿多人 可以看到这个日全石 而且最不寻常是什么 美国还出动 因为这一次能够看到 最大的日免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天文奇迹 然后又碰上了 这一次非常多的地震 所以大家最近都觉得说 怎么有那么多 诡异的事情发生 而且现在很多影片 是出来的 你才知道说 原来在地震 也就是天灾的那一刹那 我们本来想说 人定色天 你不要想人定色天了 碰到了那一刹那的时候 你有众天之能 你都没有办法 保健 那这是什么画面 这是一个继承 一个司机 他开的车 他在九曲洞这个地方 就看到九曲洞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前几秒钟的时间点 天光还是亮的 路都还看得到 但是在地震没多久之后 这个山东地链 然后你看 这个飞烟 这个所谓石头完全掉下来 然后这个飞 这个飞杀走石的这个状况 你看一瞬间的时候 你看他的车的玻璃被砸坏了 然后他整个事件 完全一片漆黑 因为之前有描述说 当发生的时候 你等于说 所有的东西 咻咻咻好像子弹乱飞 这样子弹乱飞 你刚刚就感觉到了 对 没错 那这里是另外一段画面 这里有一段画面来说 保洁你看这里面来说 有一个休旅车 开过去之后 没多久 这马上 整个山崩滑裂下来 这个状况 那当然这个休旅车的司机 都不幸上升 那旁边还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机车骑士 那机车骑士的是 幸好他没有受 他受重伤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 他没有生命的危险 我这台车已经躲在民隧道了 对 我已经躲在民隧道了 我居然刚刚讲的 飞杀走山 不断往我扑来 对 你看 他幸好他躲在这个民隧道 他是这个民隧道口 他只要哪怕是 多出去一点点的时候 保洁我们都不敢想象说 他这接下来 会是什么样的画面 你看他即使在民隧道里面 那个石头还是砸到他的车子 还是不让他往内砸 那整个外面 你看整个 这整个那条路 都完全被封 被完全几乎是 被一层土石掩盖 你就知道说 如果你没有任何遮蔽物的话 你会是怎样一个情形 而且更可怕是刚刚讲 这个是发生在早上 7点50分 到讲已经天亮了 可是你每个拍摄的人 都是黑天暗的 这是另外一段画面 这是司机呢 他开一开 开的过程里面 后来碰到 他有听到国家警报响了之后 然后开始摇 他就想说 那我先开到这个民隧道里面 他就说幸好 他说 我差一点就要去居了 他自己还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 多出去几公尺 保洁你看到 马上 这个石头掉下来 杂杂的 哒哒哒哒的声音 然后非常大 有伴随的大小石块 这样砸下来 然后土石这样掩埋下去 这是早上的时间 就没有 几秒钟之后 他已经完全看不到 前方的路了 而且 他的玻璃上面 全部都是 泥沙在这个地方 掩盖住了他 所以他这是 这些人都还生存吧 他们都还生存 这是前视角 那后视角的话 也是非常夸张 你看这是后面 他后面 你看 你看 幸好这个地方 真的有这个民隧道 他前后完全都被掩盖住 这个状况 那不只这样 他来拍摄到 他跟他经过的时候 还有一个机车骑士 我觉得幸好这个机车骑士 后来也是躲到一个民隧道去 他才没有生命危险 否则 真的是让人觉得说 不堪设想一个状况 因为在太鲁阁里面 有两家饭店 一个是太鲁阁精英饭店 一个就是三月村 这个是三月村的工作人员 你听他讲 他根本就是生死一瞬间 没错 这个工作人员来说 他是在当时 他也在这个路上 在骑车 就骑车的时候 你看出来 他突然之间 你看他就摩车骑在这个地方 前面完全就飞沙走石 就跑过来 飞沙走路跑过来之后 他幸好是怎样 你看那个很多 土石都掩埋住了 然后就有一个工程车 就过来就说 你快来你快来 你不要你赶快上来 赶快上来 他们就开着工程车 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否则保洁 那没多久之后 这个土石完全掩埋下来 真的会让他受重伤 而且他们后来怎么办 他们就开始往车 车往这个利物锡里面走 往利物锡走 一开始是开车 开到后来都没办法开了 就趕快把车丢下 用走路的 走水库 那走路来说 他们说沿路走 他们说沿路走 他们即使在利物锡 还会有石头大小 会打到他们附近 你知道这么宽阔的溪面 你看这个往旁边砸下来 这是多么恐怖 所以你就不难想象 为什么在沙卡拉布道 会非常危险 所以他们是明智的 他们对这边非常熟悉 如果他们走陆路的话 他们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 走陆路的话 后续还有非常多余震 余震可能会把他打得 可能会有受伤的危机 那我们来讲三月村 三月村最近地震之后 来了两颗大石头 你看 这是不知道从哪里 他们都说 这九条从哪里来 他们在看着周边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 哪里这么大的石头 就这样砸下来 差点砸下来 他们一层楼高 真的非常多 那他们都说 不知道这个石头从哪里来 而且现在他们怎么搬都搬不走 所以当时的状况 到底是有多惊险 你从事后看这些照片 你会觉得说真的 有点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受伤的话 真的是老天保佑的这个情形 所以现在有人从空中 飞看 从空中鸟看 你就发现 台九线台八线 上面所有的山头 全部都土崩瓦解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是有一个 算是他要坐飞机 从台东飞往 从台北飞往花莲的 台东的这个状况 他刚好这一边 他的右手边这边 刚好就是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的岛 台湾岛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他在地震的一同时 他就说奇怪 为什么那么多烟雾上来 但是赶快拍了这个画面 拍了这个画面之后 拍了他才发现到说 这不是什么烟雾缭绕 这是因为地震之后 土石崩裂之后 扬起的这个烟尘 你看从他在飞机上面 数千公尺 都还可以看到到 这个居然这么多 你看集体都是这样 每一个山头你看 几乎都是完全都扬起 都是在崩解 所以那这一次的这个地震 真的相当的这个 相当的巨大 不只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中横 台八线 现在的梳花 现在很多步道都完全已经完全都看不到原本的路了 甚至我们台湾呢 因此都被往西推了大概45公分 那整个东岸 就靠近海岸 海岸上面那边的话 日本的研究室 完全融起来了 就是这次 这样撞击之后 所以7.2是很强的 很强很强 这个地 这个位能来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动能来说 让台湾的岛永久地貌的改变 你知道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地震 好 雨萱 刚刚我们看到 从这个地球仪这个地震显示图看 这样不是只有台湾 台湾地震之外 刚刚讲的火环带也都地震 南亚也在地震 刚刚讲的印尼地震 我们看到了日本地震 我们也看到哪里 日本地震 还看到最可怕的是 连美东200多年没有地震的地方都动起来了 所以大家在想说难道地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地震活跃期吗 反正我们仔细看那样图 你会发现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全世界只要有板块运动的地方 所有每一个角落 事实上包括你能想美国也好 以及我们最好发的太平洋也好 到处其实都有地震的发生 所以你看在这个太平洋火环带 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地方 全部都在动 对 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 你会发现奇怪 怎么有一个地方堆得这么高 跟各位报告 那就是台湾 它代表的是什么 余震以及接下来频率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截至昨天早上为止 余震已经到了几次 对吧 700次以上了 所以现在都已经不知道700800 反正就是余震持续还在发生当中 但为什么要跟各位讨论这些 因为专家也有研究在发现 以前我们每30年 我们会统计这种大地震的频率 就是说超过7以上的这种大地震 瑞士规模 他说以前平均的数目大概是15次 但保里哥近年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是什么 开始变16次 开始变17次 增加了 对而且频率越来越耗发集中 以前可能是常态分布 就说我大地震到处都 可能时间会比较平均 好几年才一次 他说现在不是 就是集中在同一时间发现 他们说科学家研究 尤其是我们台湾的中研院 你知道他讲说 有一个很有可能性 你知道什么吗 因为地球越转越慢 自转变慢了 对因为各位 我们一天是不是24个小时 对不对 但他们说现在有可能是什么 南北极农兵 以及整个地形地貌的改变 因为各位 地球为什么会自转 因为角动量守恒的关系 就是说以前他们推估说 大爆炸之后 地球它的能量 它等于是跟银行一样 我的钱不会再增加 但是我自转 为什么越来越慢 代表有磨损 有磨耗 所以他们说可能是因为这种地球自转 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而且甚至是好几年 就会慢上一秒 各位 好几年会慢上一秒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 四亿年前地球的 我们一天是几个小时 22个小时而已 所以四亿年后 今天才变24个小时 他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因素 导致说地震平凡 耗发板块 随着地球的自转 而影响 所以才会导致最近大地震 越来越多 好的所以刚刚讲的 这次不是只有台湾地震 印尼也地震 印尼刚刚讲的是6.0 而且浅层地震 只有9.1深度 另外你刚刚讲到 日本也地震 发现还有哪里 最可怕的是美东也地震 对 而且各位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印尼地震的画面 这非常可怕 印尼地震有这么严重 对 你仔细看 台湾建筑物倒塌是什么 软角 但他这不是 他是从四五六楼 有没有看到 那一层没了 那一层楼直接塌掉了 所以代表说 这个震度之强 原本的主结构 应该是 这是原来的样子 然后就开始震 开始震动了以后 中间一层楼就不见了 你看到 玻璃碎了 这一层没了 对 直接由上而下 等于跟夹心饼干一样 中间那个楼层 直接坍塌被夹扁 你就知道印尼 它这个震 震得多厉害 所以印尼这6.0 有这么严重 对 你看到 又是房屋结的关系 这是什么 这学校 天花板直接塌掉了 而且是先一大片 然后呢 陆续震之后 一片两片三片 如雪花片片 来各位 你看 全部能塌了 能倒就倒 你说这个情况多严重 而且不只是如此 他们甚至捕捉到 印尼这个爪要岛 附近街头的画面 各位你看 原本地上有点裂痕 仔细看旁边 这是瞬间直接地裂 给你看 地裂的瞬间 代表人道路都不堪 这种地震的强度 这只是天崩地裂 对 讲到天崩地裂 还有一个什么 山崩 就是说你看 他们也是走在路上 然后看着看着看着 有没有 跟我们花脸一点 似曾相伤起 突然前面的山体 就因此而 坍塌滑落 然后工程人员吓到 还有巨石 然后赶快往后方 拔腿就跑 而这个在印尼的画面 但各位不只是印尼 我们讲的 连中国大陆的云南 它发生这个地震 所以4.9 瑞士国家的4.9 听起来应该还好 没有 一样很严重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山体 结构可能是因为土石 比较松软的关系 所以你看 当发生4.9级的 这种地震的时候 突然开始 整个也一样 山体崩地崩 然后次处都烟消弥漫 这为什么 因为代表它的土石 松脱整个沿着山地 往下滑落 所以状况 所以你看 连云南都发生 这么严重的状况 那是云南 而且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车子都毁掉了 你看 砸成这个样子 对 没有错 而且这代表什么 还好它还从这种灾区 逃出来了 它至少还可以开到 这种比较安全的地方 但是整个车体 都很结构 因为他们在讲 这云南 然后官方跟你说 没有 我跟妳讲 云南发生这种4.9的地震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损伤 但我们看看刚才那台车子 怎么可能没有损伤 显然就是被掩盖了 因为它整个 他们现场的人 这种逃出来的人说 我那时候发生地震的时候 我根本连天空在哪 都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眼前就是一片黑 通通都烟雾弥漫 甚至连商店的商品 各位 全部都震出货架 你就知道有多严重 但我们刚才讲 云南也好 这个房子整个摘下去 对 没有错 来 你看 它先是里面 然后房子外面 这整个倒塌掉 但是各位 来 你仔细看 外面整个房子一样 全部塌掉 整个陷下去 陷下去了 这代表这云南的地形结构 它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种耐震的设计 但我们讲云南也好 我们刚才讲 第一时间讲的印尼也好 这都是地震耗发带 但现在特别是什么 连美东美西 各位 美国是非常少发生地震的 你说是美东美西同时发生地震 而且在纽约发生这个地震 已经200多年没有发生过了 对 各位 我跟各位一个数字你就懂了 台湾是一年有300起地震 那保德哥你知道美东美西 他们是多少年才会有300起地震吗 他们要300年 300年才会有300起地震 结果最近也是频频耗发 比如说我们就举例好了 最近他们有在统计 所以美东一个地震 美西这里也有地震 不止一个 比如说纽约西亚也好 卡利福尼亚 你看哦 他现在把所有的表都罗列 而且规模是什么 4.0 3.7 3.2 2.5 3.7 3.8 4.4 4.1 而且卡利福尼亚就耗发了好几次 代表什么 连美国最近地震都频传 所以他们是4月8号 4月7号 4月6号 4月5号 4月5号 4月6号 同时在5号 6号 7号 8号的时间 美东美西同时震 保德哥这是怪在哪里吗 美国是300年才有300起地震 代表平均一年一起很了不起 结果我们看到 在这么短的日期之间 竟然发生了8起 而且还出现什么现象 吓死了 为什么 因为讲到纽约大家一定有观光客去都要看第一件事情 看自由女神 结果没有想到连自由女神都受到地震的冲击 自由女神都在摇 对他几百年历史了 结果你看到这个自由女神 他由上往下拍就发现什么 不断的在晃 不断的在晃 而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什么 在美国他们居民 因为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小狗吓到到处乱跑 然后连健身房 没有 其实地震规模不大 但是因为他们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马上拔腿 赶快可能本来是在跑步机上跑一跑 没有 我直接往外跑了 所以连小狗都没有经验 对小狗你看下来在座上 他说我我也不知道我该做何反应 你知道吗 然后呢包括沿路 甚至道路上 都有马路水管因应的破裂 你就知道现在在全世界各地 已经不分你是几州 不分你是亚洲 美洲或欧洲 都频传着地震 所以说不是只有台湾 刚才讲的 你说台湾 从印尼 从日本 每个地方地震 大家才担心说 那个百年地震周期来了吗 对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说过去大家讲 每百年就会有一种超过 比如说七 甚至是海沟地带 太平洋地带 可能会有八或九 但最近由于地震 耗发的实在过于频繁 所以专家学者都在担心一件事情 会不会真的 如他们所预期 未来的地震的频率的次数的震度 都会逐渐增强 好 瑞德 你是嘉义人 这两天也大家知道 嘉义的地震比过去多了很多 那我们看到最近很多人都在谈 照片都把当时 1906年的梅三大地震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因为我是嘉义人 所以对嘉义所发生的地震 我特别敏感 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 嘉义一直都有 在规模三跟四不等的地震 就在这次地震前的一两个礼拜 嘉义也有一些平凡的地震 这两天我们看到很多这张照片出来 这一张照片就是当年1906年嘉义的地震 一个人下去 这个的宽度 我们刚刚看到了印尼三崩地震就是裂开 它裂开居然有一个人这么样的距离 宝洁你知道这个 你刚刚看到的是一个人的距离 这样这个照片对不对 你知道有多长吗 500多公尺 有500多公尺 大概都是500多公尺 长大概半公里长 然后都是这样裂开一条 整个裂开 裂了整整裂开 那么当时 以前梅山大地震有这么严重 对 1906年的这个梅山大地震 当时造成1258个人死亡 然后包括新港 包括很多地方 因为以前都是土角处 土角处就是用泥土什么东西混在一起的 所以不耐震 所以后来包括新港 包括很多地方嘉义地方 那个房子倒塌了 大概有上万间 当时大林火车站的这个 等于说时钟还停留 在早上6点43分 整个嘉义全部摇了一塌糊涂 那么事实上 嘉义火车站改写了一个历史 我们现在后来不是常听到 那个阿里山火车伐木吗 阿里山伐木 做大量的伐木 就是因为来自于这个所谓的 梅山大地震 为什么 因为要把伐下来的木头 那时候日本的同志政府说 要把木头改到这个嘉义地区 做木头房屋 因为他们认为 土角处这个不耐震 但是这个等于房屋比较耐震 但你知道这次的地震 也改写另外一件事 是什么 裹小脚 因为在梅山大地震 死了这个1200多个人 女人死亡的这个等于 几率超过六成多 男人死的比较少 这不对啊 跑不动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们裹小脚 所以跑不动 跑不动以后 天然族就是现在 就是没有裹小脚的女性 比较容易 等于说逃不好嘛 所以后来也因为这样子 整个改写了整个裹小脚的 这个习俗啊 所以当时包括 我们现在的新港奉天公嘛 对不对 新港奉天公 新港奉天公 也遭到这个很严重的 这个地震的这个伤害 后来重建 大甲妈就是到哪里 到新港奉天公进乡 这个当时 这个地震 让他的八祖庙的前殿全毁了 对没错 你就知道很严重 当时严重到 本来一度有人 当地的师生 说那要不要新港了很多地方 要不要就放弃了到别的地方去 后来日本 日本政府认为 那么应该要用建筑物来 这个抵抗 所以后来盖了很多的 这个木头的相关的建筑 1906年 但问题是 1906年那个断层 长达十几公里的 这个梅山断层 现在大家会害怕是为了什么 宝洁这不是最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根据文献记载 西元1792年的时候呢 嘉义就发生一个大地震 以前的那个相关的一个记载 你知道那次大地震 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什么程度 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根据现在所留下来的 那个文艳文的记载啊 当时有一个目击者 他是在这些 那个过来 那个大马路上面呢 他负责卖一些水果的 卖一些什么什么饮料之类的 地震发生的时候 他前面有一个桥乎 那是砍柴啊 所以呢 那么背着柴 就在他前面 他这个摊位在这里 就在他前面走走走 突然间发生了 这个地震 大地震以后 地裂开 裂开了以后 这个桥乎掉进去 30秒钟之后 地合起来 你知道吗 这吓人 这是当时真正的这个记载啊 所以呢 我现在所讲的就是这个 1792年 那么当时官方统计 死亡人数 虽然只有617个人 但问题是 因为那时候住的人 没有那么多 但房子倒得非常多 而且1839年 又发生了一次 重大的地震 1906年 又就是刚刚讲的 梅山大地震 其实梅山大地震的 以后还有一个地震 大家比较没有弄到 为什么 它规模也是7.1以上 1941年的 中浦大地震 360个人死亡啊 所以呢 它其实包括嘉义 跟隔壁的台南 一直摇一直摇 其实这些地震专家 他们统计过 每35年 在嘉乃平原这附近 会有一个规模 比较大的一个地震啊 所以就是为什么 大家会害怕 宝贤你知道吗 而且我看到有些照片 导播看 有些照片 你看了才知道 你觉得不可思议 刚刚不是讲 这个嘉义的梅山大地震 整个地裂开了吗 这是一个龙眼数 导播你看 它灌在哪里 龙眼数 地裂开了 裂开到什么程度 裂开到 这个龙眼数 被拉开 这个树根在底下 那个力量有多大 就这个树 地裂开了以后 这个龙眼数 活生生的 被拆成两半 被整个撕裂开来 不但如此 这张刚刚瑞德讲的 这个大地震 改变了很多事情 因为 这个就在路上 两边其实都房子 两边的房子 全部全倒 还有一个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 当时这个地方都不能中 为什么不能中 裂到底下 居然喷出什么 想说喷出水 最好是喷出石油 没有 它地底下喷出沙 喷出沙 农田都是沙 对 没错 那宝洁刚刚讲的喷沙 事实上 这个所谓的喷沙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土壤液化 你知道喷沙状况 那是土壤液化 喷沙状况 在嘉义根附近 总共造成 你知道那个范围有多大吗 长整11公里这么长 也就土壤液化的 这个等于说 如果按照现在的 因为我们台湾很少 土壤液化 后来发生了这些 一些包括地震的以后 才开始出现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土壤液化 如果你看过 那个相关的 等于说明代就知道 土壤一带液化 你的这个地基打得不够深 不够不够牢 它就会整个液化 你的房子就像在水上面 这样摇啊 你知道吗 这些土壤液化 东京 日本东京迪士尼 也曾经在地震了以后 土壤液化 所以所有的东西 就变成这样子 那伤害是非常大的 我们因为这样子 所以把这个 尤其是六都为主的 这个这几十年来 花了很多钱 在研究六都 土壤液化在什么地方 台北市 新北市 都有这个土壤液化 相关的这个 解释局出来 而且瑞特 你特别提醒我说 这张这个龙眼树 这个力量也太大了 一颗龙眼树 那个根已经砸在地底下 就这个土一撕裂以后 这个龙眼树也连根 完全被撕成两半 没有错 所以1906年的 梅山大地震 它所造成的伤害 为什么会让人家 鱼迹尤存 就是因为 那么它的那个 拉扯的力道太大 那我要命的是 现在隔了一百多年了 现在是2024年了嘛 已经隔了一百多年了 虽然根据文信记载 用推估的 大概是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会咬一次 重点在于说 那么之前几次咬的 那么专家 地震专家都研判 应该是 梅山断层的分支 而不是它的组织在咬 那更可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 这个断层的主阵带 它没有咬啊 它没有咬 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 叫能量 这个等于说 能量释放嘛 那它到底会不会说 没有人知道 地震带 那个断层带 会不会什么时候释放 没有人知道 但是它就一直在咬 其实在 921大地震前两个月 嘉义就有一个 规模大概五点多的地震 为什么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当时报社派我 搭直升机 飞到嘉义 阿里山瑞里那个地方 去看地震到底怎么样 当时我印象很深刻 为什么 我搭德安航空的直升机 看到那时候 那么在要往这个瑞里 阿里山区的那个道路 那跟这次很像 很多地方的土石 一边一边 全部都掉下来 那可是 921大地震 发生在9月21号 一个月后 10月22号 改成嘉义开始地震 规模6.4 然后呢 后来最大的余震是规模6 有人就怀疑 是不是跟这个美山断层 还是什么东西有关系 那也有人认为说 会不会是 车浪浦断层 921大地震的这个余震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我很关心我的故乡 所以呢 既然他一直在摇 既然他的这个 这个正央是在陆地上 嘉义的相信 真的要做好相关的防灾准备 好 惠神 在2024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说 日本今天非常不平静 他什么 他有强证 有开始飞机自己相撞 有大火 然后我们看到 还有出现地铁凯人的状况 那我们台湾被发生 7.27的地震吗 九州也发生地震 然后日本比台湾更紧张 日本非常担心 他们的南海海潮会蠢动 是 日本我们知道 从今年一开始 1月1号到1月4号 可以说是浪息不浪 你每一天都有一些灾难事件 那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事实上就是当时 1月1号能登半岛的 那时候的一个地震 所造成的 陆续画面看出来 你真的是会觉得很可怕 然后你看那个山摇地洞 所以这个对日本人来讲 真的 尤其是百年地震的阴影 感觉上又要出现 所以你看这些画面 在当时 南岛半岛这么严重 非常严重 而且在一开始 当时还没有这么多的画面 所以你现在看出来 包括新市处房屋倒塌 还有你看 这个真的是干长寸断 然后还有就是 人在那边连站都站不稳 这是车子 他本来要往前开 没有办法往前开 所以就停着 你知道他其实非常恐怖 因为他就这样子在车里面 看着前面的房子 晃着晃着就倒了 而且一个开始倒 往你的车子这边 开始靠近倒 这是南丹半岛 最近释放出来的画面 这从他的行车记录去 这个路摇成这么剧烈 摇得非常剧烈 那除了这一个 就是房屋倒的画面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是有人 我们都知道日本 其实那个年长子 比较多很多骑脚踏车的 他就把车停在那边 脚踏在路边 然后他想躲 他想往前往后 就他知道 他到底哪里是安全 不知道 他赶快把脚踏着放着之后 然后呢 想说我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 哪个方向才安全 连人站都站不住 完全站不稳 后来因为有房子开始倒塌 他就只好赶快往 就是另外的方向跑 所以你知道 其实你可以想象 他的多可怕 你要知道 他那个还不是高楼大象 他站在这种地方之后 他都不知道 哪里可以牺牲 你就知道 当大地震来的时候 人们面对这种 大自然的力量 真的是会显得特别的渺小 还有另外的 这也太无力了吧 真的很可怕 真的不知道往哪边跑 因为不知道哪里 才是安全的地方 还有另外的 这半夜 就是因为仁登半岛的 那个强症过后之后 引发了轮岛式的大火 那个大火 其实也很可怕 你看 这就是我们担心 就是当大地震发生之后 会引发所谓的 一个复合式的灾难 有的可能是因为土壤异化 有的可能是因为 你的一些寡路 瓦斯管线没有切 或什么这样的情况 但总而言之 这样子的画面 然后在半夜里面 看了真的让人就觉得 好像是地狱之门打开 然后成片的一个火灾 它所造成的死伤 其实不亚于地震的一个本身 那我们特别提到 因为最近感觉上 很多地方都有大地震 百年周期都要来 我跟你讲 日本最近真的是 不断地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我有日本的朋友 现在紧张到 想要把房子给卖掉 日本吓死了 真的吓死了 尤其是台湾的地震之后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过了7.2 我们还是觉得 我们日子照过 可是把日本吓死了 你知道我接到地震的 第一个是我的日本朋友 他问我说 你台湾还好吧 我就说你台湾感觉 好像还好 你看从那一个 日本的大地震之后 原来1923年 是东京大地震 现在已经是东京 关东大地震 一百年了 是而且那次很可怕是 它是菲律宾的一个板块 然后跟末路的欧牙板块 两个板块的一个 就是一个移动的情况之下 导致那个大地震 然后这一次其实 死伤人数到达10万人 你知道10万人里面很多 你现在看到画片 就是当年的画面 很多都是因为火灾 没有地方跑 然后在那 地裂成这个钥匙 整个地裂 这个山崩地裂 新宿的 这是新宿 这是新宿 新宿 你看当年的新宿 是这样的状况 还有整个银座 这个最繁华中心 最贵的地方 市中心 也变成了一个废墟 然后包括上野跟神田 一样就是都是惨况 就是干场 干场串断的一个 他们大规模去挖 我们阿里山的块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他们需要大量的块 去建构他们的建筑 是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当百年的阴影 这个是1923年 所以是不是一百年 真的就是一百年 所以他们现在不断的 在去讲这个画面 尤其是 你知道能登半岛以来 从一月到现在 整个日本发生 瑞士规模5.2的 竟然到现在 已经有84次 然后其中光三月跟四月 就发生了14次 这也就是为什么 日本其实他们的 一些媒体报道 相当关注这个议题 还有他们其实 有两个接近到百年 另外一个是哪里 就是南海海潮的这个地震 那南海海潮的这个地震 事实上上一次 是在1949年 所以到目前为止 是大概80年 然后他们就预估 其实很可怕 他说如果真的发生 这一次的话 他有可能会规模会到9 然后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会发生连续性的 然后他们 而且是他们NHK NHK还拍了多部影片 警告南海海潮的地震 可能即将来临 你知道吗 他说如果是在近30年发生 截率高达8成 所以当我们台湾 这边发生地震的时候 我朋友 我朋友事实上 他是在和歌山那边 他看到他说 他想要卖房子 因为他觉得真的很可怕 尤其他所担心 我本来以为 他就是想太多 后来我发现 不是他想太多 为什么 因为真的 他的位置就在南海海潮 这个断层面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如果 他们有预估 当你这个南海海潮的 这个断层开始发生 大规模的能量释放的时候 主要两个重灾区 第一个重灾区 那就是关东 关东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都知道 就是东京 然后千叶 然后群马这个部分 另外一个重灾去哪里 其实就在禁地地区 包括和歌山京都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他们真的 不断去告诉你说 不要小看 这样的摆 这个板块的这个运动 其实真的很可怕 再加上你知道 日本官方 你知道估计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现在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会死伤人数是超过10万 然后他们还预估说 会有62万的一个建筑物会倒塌 土壤一化会造成 8万4千栋的建筑物倒塌 火灾会造成25万栋的建筑全会 死者来到10万2千多人 引发的地震 所复合式的灾害 导致有可能8万人一个死亡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我们台湾地震 在日本也非常关心的最主要原因 好 玉坡 刚才讲现在全世界灾难频繁 而这个灾难频繁有个地方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 俄罗斯 俄罗斯居然水坝溃停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春天到了 再加上俄罗斯 他们的季节性的洪水 竟然让欧洲第三长的一个河流 整个沿线2500公里 全面的一个淹水 而且看这个堤房 这堤房其实他们当初盖的时候 盖了多少高度 5.5公尺 他们觉得够了 因为过去来讲 大概就三公尺 你几乎有一半 就没想到这一次 这个罗路 竟然变成水位到了9.6公尺 整个都溢开了 一路上下来之后 大概淹没了将近 4000栋的一个房子 所以俄罗斯遭逢百年以来 最大的洪水灾难 对 他们想说 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 会提之后来看一下 从空拍画面来讲的话 几乎全部都已经 淹在水里面了 然后这个状况是说 你家里如果只有一楼的话 你就不见了 如果二楼的话 你可以逃到二楼去 所以他们现在出门的时候 直接在他们市区里面 怎么样 划船 因为划船才能够移动 在俄罗斯要划船 对 在俄罗斯要划船 它是内陆地区 它已经制作他们的市区 你看到的这个 就是他们一楼的平房 一楼平房只剩下这个尖 尖尖的一个屋顶而已 大家都要这样子移动 而且在整个流动的过程当中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说 它的这个洪水持续在泛滥 因为很多的龙雪 一起龙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画面 有卡车这拖板车 它就门下去救灾了 结果救灾走到一半 竟然被洪水给冲倒了 被冲倒了 说看这个画面 它最后一路跑 对 这是拖板车 这是大型重机具 最后怎么样 找另外一个挖土机怪手 把它给挡住 如果不挡住的话 它就直接要流到大海去了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 他们很难想象说 天啊 其实 它挡住那个车头 是让它不会被流走 对 因为这个拖板车 其实它占了货柜 就是要去救灾的 以为说这样子够重了 把拖板车上面还有满载的货柜 结果40尺货柜一起跑走 只有这个怪手 才可以稍微把它给挡住 那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做了很险的一招 因为整个流域来讲的话 2500公里 真的太长了 所以部分的地区 它还有这个冰林 他们现在用一个方式 把它给炸开 因为不把这些冰给炸开的话 这个水位会越积越高 流不出去 对 流不出去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就把它给炸开 可是把它炸开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没有拿捏好的话 你可能一炸开 水就整个瞬间溢出来 你刚刚讲的 只剩下淹到一楼了 可能淹到二楼去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没有选择了 只能用这种方法 这个事业在那也太多了吧 对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真的很难想象说 奇怪 怎么过去来讲 不会有淹水的问题 现在来说 以下溶雪 以下季节性的一个洪水 整个这个河流 全部淹起来 所以俄罗斯跟俄乌前线在打仗 对 后方淹大水 对 后方淹大水 而且这件事情 是多么的罕见几率 他们说过去以来 这个水位一瞬间这样跑到9.6公尺 是一百年来最快的一次 所以你不要说 你们这个水坝怎么只弄了5.5 过去只有三公尺 谁知道它这次会变成 变成三倍9.6公尺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投入了很多的军队要去救援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应该很多的状况还搞不清楚 现在刚刚讲的 美东美西都发生大地震 可是到美东美西的人 现在在关注什么 日泉石 他说人对日泉石充满好奇 觉得那是天文奇迹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画面 动物都吓死了 各位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NASA特别把这个美国 北美日泉石的这种整个现象 原本大概是两分半到四分钟不等 因为它不同的地区观测到的时间 常常是不一样的 特别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画面确实是非常叹为观止 好漂亮的日泉 对没有错 日泉就是说当它的整个月亮 刚好角度挡住太阳的时候 光环的时候 它所呈现的一个景象 而他们甚至NASA还把全部 我们讲从一开始慢慢吃到一点点编 到后面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最后全黑的画面 以及到它脱离 做一个完整的记录 甚至还特别把它做成一张图 让各位看到整个全部 演变过来的这个变化的模样 然后看起来确实是非常漂亮 但是对于这些美国的各地的居民来讲 更是非常兴奋 NASA都已经把 比如说我今天是克里夫拉 我今天是纽约 我今天是哪里 每个州你要再合几点几分 去到哪里准备 比如说各位 好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他们就是特别呢 包括聚集在这个广场当中 而且各位你看 准备好天越来越来越来 越来越来越来暗 然后大家都准备好 这种观赏日泉食的这种眼镜 这是白天 对白天 而且整个时长大概四分钟左右 我们用缩时的画面 来特别让各位看到 所以这是德州达拉斯 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白天被黑夜 对 德州达拉斯 他们特别选在这种广场 然后大家同庆 但你以为只有德州达拉斯吗 没有 包括我们讲 在这种墨西科西岸 这种地方 整个在海滩 他们也是准备好 要欣赏这个日泉食 所以各位 你看他们各地都带 准备好这种顾目镜 而且时间一到 不管牢牢小小 有没有注意到 全部是在做什么 野餐 然后聚会 大家把当作一个嘉年华 来一起来看待这个日泉食 甚至有一些摄影 还有特别拿这种摄影机大炮 来各位 你现在看到画面就是用这种 比较普通摄影机 肉眼可见 那甚至还有人办什么 演唱会 就是反正我们大家来庆祝 难得可以来 所以东方人之后 太紧张什么 天狗吃 人家过得好好的 对 人家把他当节庆 美国把他当节庆来办 甚至还有人做什么 办婚礼 阿肯什尔 美国在阿肯什尔 这种小镇 有一个地方 叫做这个拉瑟维尔 拉瑟维尔 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 我们难得 有这种日泉食 可以在这个时间点 所以我们特别的还不止一对 是两对情侣 就是我们选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一起来同庆 来结婚 所以当他们 记录下这个美好时刻的时候 你说在这边 这是他的婚礼party 对 而且叫做 私奔 以及日食 日食的这个时刻 私奔 一起私奔 但我们讲完人 对于日食 我们有一定的了解 知道他的运作原理是什么 动物就不知道了 不是 我觉得这个可怕 因为其实人已经没有本能了 人对于自然社会的本能 灾难的本能也没有了 动物是有的 干啥地震 谁先跑 老鼠先跑 这些所谓的鸟先飞 碰到了日食 人很高兴 在那边看日食 可是你看到 美国所有的动物园 你刚刚讲的 穿梭素饼的动物 每个动物都焦躁不安 对 没有错 这些动物根本是吓死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首先你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犀牛 美国动物园的 他非常的不安 然后这边左腰又晃了 完全没有办法 吃也吃不下 睡也睡不好 然后你看这个斑马 吃不下睡不着 对 那频频跺步 然后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一直来回跺步 来回跺步 非常的躁动 而就连我们讲的 一般生性最凶狠 而且有群体性的狼 你们看到那个狼在做什么 那是整个狼群 大家惊慌失措 跟变得像小狗狗一样 在那边煮人 为什么没有回家 那种感觉 结果你看 我们看到人还在做什么 还在接受访问 然后还在开发 就动物完全下个半死 就连长颈鹿 各位我讲 长颈鹿一般来讲 高大 对不对 他应该没有什么好怕的 没有 长颈鹿全部 三只 四只 五只 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 在干嘛 为说在角落 不敢叮咚就丢在那儿 不要啦 不要啦 是怎么会化身 各位你要仔细注意个现象 这个时候代表说 日时即时 要嘛 就是说正在开始当中 要嘛 就是已经结束了 因为天已经有亮度了 所以代表长颈鹿很清楚 这是古代 可能他们觉得有灾难 要发生的时候 才会有这种现象 而鸵鸟也是 各位我们讲 鸵鸟心态 真的是鸵鸟心态 为什么 到处乱跑 到处乱跑 但对于动物来讲 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天大的灾难 所以他们当然下个半死 刚刚讲的 碰到灾难的时候 台湾的人任性非常强 而且我们知道 在灾难的时候 我们居然 其实叫我很多朋友 台湾是一个很少邦交国的国家 我们是被等于说 是亚下的孤儿 可是我们在救灾这方面 我们居然跟土耳其 我们最近讲 土耳其是唯一 我们接受来台湾 进行救灾的 没错 后来你才知道 我还已经讲了 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跟土耳其 在救灾工作上 有这么密切的一个联系 而且刚刚讲的 921大地震的时候 第一个来台湾的救难队 就是土耳其 对没错 这一次的这个 土耳其的无人机团队 来到台湾 帮助我们在 沙卡当孤岛那边 这个限定 所谓3D的这个地图 它是全世界 第一个来到了外援部队 那你想说 土耳其根本不是没有邦交吗 其实埃尔段他们的总统 对我们还不是很友善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事实上我们跟土耳其 之间因为救难 所搭起的这个友谊 事实上在921 就是1999年 那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就已经搭起来了 好 你看1999年的 这个921地震的时候 其实这个土耳其的救难队 也是很快就来到台湾了 你看那时候来到台湾 当时台湾还有很多照片 你看这当年的 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救难队 救了一个台中的这个廖姓妇人 那你看廖姓妇人还写上 如果我能够站起来的话 我会向你鞠躬 这样一个字 那这是对土耳其的 相关的救难人员 他们救出这一位这个廖女士 等一下 这是土耳其的报纸 对 土耳其的报纸 当然就写了这个土耳其 我们看不到 可是这个廖女士 她亲手笔 亲笔写的字 竟然上了他们报纸的头版头 如果我能够 如果我能够站起来 忠心的向你们鞠躬 对 他这个标题是说三天后这个廖女士 向土耳其的救难团队 鞠躬感谢的意思 好 那为什么能够救得到她呢 因为当时的这个参与 他们的这个 他们就叫做 阿库特这个相关的组织 那这个组织其实叫做 土耳其志工团体的这个收救协会 就是阿库特 你看 他第一个时间就来到这个地方 那这廖女士所导 所导的是在这个彰化县的这个 龙邦富贵名门大楼 他当时导了 但是导了这个建筑屋里面来说 里面已经非常多人都已经不幸过世了 那这个廖女士呢 他就被压在那里面 被压在那里面 他没办法动 没办法动的时候 他们救难人员就遇到他 对 那遇到他的时候 就说 你现在不用紧张 我们已经看到你了 那你就 你就先在这边等候我们的救援 抱歉 他们真的是非常有救援的 这个相关的概念 因为他们还有随行医师 随行医师就说 他们押住 他们带医生来 押住 先不要动他 他说你们先不能 不能马上把他搬出来 保持你知道为什么 不能马上搬出来吗 为什么 他被压住的时候 其实血液那时候 没办法流通 没办法流通的时候 人体会释放出甲离子 甲离子 他就已经流窜在身体 如果你当时把他移开的时候 甲离子会逆流回去你的心脏 你会心脏麻痹死亡 所以他们就说 不行 不能够把他搬开 先注大量的水 把他注水之后 后来慢慢把他移动开来 要是没有这样做的话 他可能会当 如果你是一般人 就把他救出来 不行 其实当时是没办法 直接把他救出来 因为他们非常有观念 那不是跟这一次精英的 那个高三的建教合作生一样 一模一样 他一压到以后 搬开以后 甲离子迅速的往全身冒章 他就会可能说不信 就会有过世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当时还是 有这样子 他们有相当团队 所以才救了这个廖女士一命 所以他们是等于是 他们不只是有志工团队 他们志工团队里面 有非常多 还有医生 有医生这样子 才能救给我们 好 难怪他要写 如果我能够站起来 忠心的向你们鞠躬 对 没错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他们来 当时真的救了非常多人 那为什么会 为什么他们会来呢 保健主要原因 是因为在一个多月前 921的一个多月前的时候 其实土耳其也发生地震 土耳其那时候地震 我们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817的这个大地震 就817的大地震的时候 当时大约莫有4万多人 无家 4万多人死亡 60多万在土耳其东边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当时的时候 保健那当时地震非常严重 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会跟土耳其搭上线 是因为实际的关系 实际他当时刚好在这个 科索沃这个地方有志工 因为当时这个南斯堂 内战的过程就是说 马上实际就说 把那4个人叫到这个土耳其去 所以他们就马上 他们辗转 从土耳其 然后到这个 这个所谓科索沃 然后到马其顿 然后后来飞到伊斯坦堡 已经好几天之后了 然后抵达之后 他还跟他说 我们是来自台湾 他们说台湾泰人 台湾泰人 他们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你是台湾还是泰人 后来就说 我们真的来了 好那磁机来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能够在当地 真的是让大家印象深刻 第一个时间他们就说 因为磁机来 他们就马上有 调了很多资源过来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在当地找了非常多的人 买什么 买毛毯 买很多这个防水床垫 因为他知道说 第一个时间很多灾民 他可能需要毛毯 还有这个防水床垫 那你知道他们要买的时候 那些人就说 你是什么单位 你到底能不能够买 后来他就跟他说 我们真的是来救援的 那后来当地人也愿意给他 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所以他们就开始 发放了六千多条的毛毯 还有三千多床的防水床垫 发出去之后 结果这一次一炮而红 你看土耳其的这个报纸 就刊出了慈激人的服装 你看慈激人服装 然后他就说 他们在这边救难的状况 就登上了土耳其的这个头版 所以当时他们才知道说 原来来自台湾的救难团队 这么迅速 发了六千多条毛毯 还有三千多条左右的防水床垫 在帮助土耳其人 刚才讲的 这个带队谁 带队就是谢锦贵 他们讲叫阿贵师兄 另外就是陈竹琪 他们在科索沃 科索沃当时只给他讲 阿贵师兄 土耳其伊斯坦堡 8月17号凌晨 发生了强烈地震 然后有2000以上的往生 一万多人受伤 目前国际救援组织 在派干 我就该告诉你这个东西 然后就叫你想办法去了 那他就去了 不但去了 还可以提供这么多物资 对 他们就 当时从科索沃出来 就很难 在内战 然后从马其顿 那时候也是不是很安定 然后抵达了这个伊斯坦堡 马上就做了那么多事 好那事实上 还不止做那么多事 因为经历 我们知道去年的2月的时候 其实土耳其东部又发生地震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包括说像 这个丧热乌发城 这个地方发生地震 两次地震 再靠近阿勒坡 这个地方发生地震 那你知道事实上 这个磁激也是马上 还漏去了 对 因为他们已经在土耳其 建立一个所谓的联络点之后 因为在 磁激在土耳其 还有联络点 因为那个地方 场上发生地震 那场上发生地震 他们就索性在这个地方 建立了这个相关的 这个联络点之后 然后在这两个地方 在这个丧热乌发城这边 建立非常多的 他们你看 那红点的所在位置 就是他们的救难资助的 这个所谓发放地点 你看都发放非常多 你看光是什么 受益户数 受益人数 你看在这个商热乌发城 人数都非常多 我们看 在一种总的来看来说 你看 这一次的这个地震来说 一共有大概四万多户 受到这个磁激的资助 然后有十九多万人受资助 然后他们还有什么 发放资贡有多少人 然后发放了八万条毛毯 一万多条围巾 然后预寒衣物有 大概四十五万件 然后一大堆东西 所以就说 他们因为这么大能量 保健你看发这么多 八万多毛毯 这个一万多 还有四十五万多件的衣服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这整个能量过去的时候 他们都当然知道 哇 你磁激真的非常厉害 那因为我们去 难怪这次托尔西来的时候 对 是磁激的人去接机的 对 因为我们去嘛 所以他们也会来嘛 就这样一个状况 那我们就讲 现在去年的地震 到底多强烈 我们看这一次 他在这个地震的中央的时候 你看 几乎每一栋建筑物 完全都毁掉了一个情形 而且你知道 他们真的厉害是什么 第一个来到了 果然就是实际 他们就说 第一个时间 他们想说 因为当时二月 二月发生地震的时候 是很冷 他们当地 可能已经 晚上会降到零度 所以他们第一个时间 就开始买了很多 再怎么 又是毛毯跟尾巾 买什么 这个包装像 毛毯 围巾等等 全部都到 全部都到之后 后来再给他们 三餐温饱的这个状况 等于是他又这样子过去 那你看 这就是他们当时在土耳其 采买的一万多条毛毯在这边 然后一万多条毛毯 这上面都是毛毯 对毛毯 然后因为他们毛毯运过来 运到他们的国际学校要发放 就是说他们要整理 就整理的时候 他们土耳其当地人 也是就化身志工 跟这个实际人 把这一万多条毛毯 然后总的送到土耳其东边去 才能够这个 让这些民众感觉到 非常的开心 能够能够在 至少那么寒冷的冬天里面 能够有这个预寒的衣物 这实际也太厉害了吧 对那你知道 除了这样之外 你看他们还建立什么 他们后来还在这个19的地区 建立所谓改装的这个货柜屋 然后一房一厅一卫浴 然后一共有5.5万人被安置 所以你知道 因为它动能量那么大 所以这一次我们才看到说 其实我也必须说 土耳其人也是会知道说 你对我好 我也对你好 你看这就是一个土耳其的灾民 他就说 我曾经受过实际 这样帮助我们 所以他知道台湾 这发生地震的时候 他汇款了这个6000里 拉给实际的土耳其 就说我要接受 我要帮助台湾 所以人家说 你对人家好 其实人家也会感同身受的 民进党这个人事最权威的记者 周锦文今天说 现在行政院长已经定了 就是左荣泰 让大家最跌破眼镜的是 国防部长 居然是顾立雄 我觉得行政院长 应该已经决定了 就是左荣泰 确定行政院长 这个是今天 在这段时间以来 最重要的一个消息 因为这个行政院长定案以后 剩下其他的布局 他就开始平顺地展开 因为你也知道 民进党最重要的是 民进党本身是一个 股份有限公司 虽然总统 当选人已经出炉了 他也在民进党内 然后已经取得了绝对的权力 也对人是有绝对的支配权 但是有很多的山头 很多的这种 还有很多的能干的这些领袖们 也都希望有机会 能够在新的政府里面 能够有所表现 所以左荣泰的定案 是一个关键的一步棋 这步棋定了以后 后面的铺牌 才有可能顺利展开 那左荣泰他代表什么 他能够代表这个所谓的 赖清德的意志吗 左荣泰我认为 以我直接讲来讲 我认为左荣泰就是 在这个行政院长的角色 就变成执行长 左荣泰就是赖清德的执行长 那百分之一百代表赖清德的意志 赖清德贯彻他的意志 根本就是他的分身 根本就是他的分身 这个不管卓院长 是不是喜欢听我讲这个话 但是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此 第二点来讲的话 这代表另外一个很大的意义 就是赖清德有能力 不用新潮流的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讯息 这代表他跟新潮流之间的关系 处在一个比较合作的 一个良好的关系情况之上 这个关系是一个 这是一个良心的发展 这个良心的发展来讲的话 对以后在立法院的运作来讲的话 我觉得新潮流的配合度都会也比较好一点 但是你从这个名单上看 国安团队还都是蔡英文的人啊 我认为国安团队还是以这个美国人喜欢的为主 因为也就是说目前这个内阁有一个特色 在美国总统大选11月份之前 台湾千万不要出事情 这是维稳内阁 再重新强调一样 这个是一个维持现状 维持稳定的内阁布局 它完全是配合整个亚太的大环境 所做的一个决定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报内幕 话题不涉陷 我是张道合 周一到中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欢迎来上线